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会来月经 而月经是由子宫内膜脱落的产物 如果没有子宫 那么也没有月经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月经来看出子宫的健康状况 如果月经出现三种异常 就要注意子宫的健康 1.月经颜色异常 正常月经颜色应该是红色 若发现精血变黑或者是红中带黑 就可能是子宫出现问题了 2.月经量过多 本来挺正常的月经 若发现月经量突然变多 也要小心是子宫出现了问题 3.突然停经 如果不是到了该停经的年龄 出现停经的情况 也要小心是子宫出问题了 那上面这三个异常 如果你都没有的话 说明子宫保养的还不错哦